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妙照派 每天分享送中 妙小妙照 我们每天都会洗头 洗澡 洗头 但是每天洗这三个部位 是一定不能每天清洗 不然会害了理由 赶紧给视频来看看是哪三个部位 第一个部位是我们的肚脐 肚脐炎是特别敏感的 说不要每天清洗 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肚脐 非常多的污垢就会给它抠干净 其实这样子非常不好 因为我们肚脐上拥有大量的续菌 这些细菌的洗衣食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 如果这上面没有这些污垢的话 我们会经常出现一些肚脂疼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不要经常去扣它 这里是特别敏感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头发 很多朋友一天洗一洗 或者是一天洗好多次 特别不好了 这样子会破坏很多毛囊的一个健康水平 这样子我们发质就会变得非常的差了 虽然说现在年轻是没有事 如果到老了以后 就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现状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两天洗一次就好了 第三那就是什么耳朵很多朋友经常会扣扣耳朵 没事就会拿那个免签在那里扣扣扣 这样子扣得非常干净是特别不好的 虽然说我们经常去扣耳朵是非常过瘾的 可以把脏东西给它扣出来 但是这些脏东西正好可以保护我们抵御 外界的一些细菌和小虫子 而且呢还是可以保护我们耳朵内部的一些天然屏障的 千万不要破坏它了 不要经常去扣它哦 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再经常惊喜 我们这三个部位是特别不好的哦 喜欢的话就把它长